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土豆烧牛腩 首先我们准备土豆两个 将土豆去皮之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备用 可以稍微切大块一些这样不容易碎 将切好的土豆放入盆中加入清水浸泡 下一步我们开始处理牛肉 准备牛腩一大块改刀切成小方块备用 可以适量的切大块一些否则容易缩水变小 下一步我们开始准备辅料 准备生姜一小块切成姜片备用 准备大葱一根切成小段备用 准备红泡椒15克切成小段备用 碗中加入八角一颗 加入桂皮一小块 加入一片香叶 加入几颗青花椒之后准备下一步制作 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切好的牛腩冷水下锅 加入料酒10克 然后开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之后再撇去浮沫 然后将焯好水的牛肉倒出备用 下一步我们首先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底油 如同烧至六成热之后加入配好的姜村和香料 翻炒几下之后再加入处理好的牛肉下锅 然后开小火翻炒三分钟把牛肉炒香 这一步的目的是炒干牛肉表面的水分 牛肉炒香之后加入豆瓣酱五克 开中小火把豆瓣酱炒香炒出红油 豆瓣酱炒香之后再加入啤酒一瓶 加啤酒的目的是增加鲜香味 然后开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之后再转微小火烧40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牛腩烧熟 40分钟之后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食用盐一克 加入少许白糖提鲜 加入少许胡椒粉 然后加入切好的土豆块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盖上锅盖焖10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土豆焖水烧软 10分钟之后揭开锅盖开始收汁 这一过程大概持续一分钟左右 家庭小道则需要两分钟 把汤汁收浓稠之后再加入少许的明油 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美味的土豆烧牛腩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土豆烧牛腩的技术总结 第一,最好选择肋排上面的牛腩 第二,牛肉可以适当地切大块一些 这样可以防止缩水变小 第三,土豆必须在起锅之前10分钟加入 否则土豆很容易煮化 第四,喜欢多一些汤汁的同学最后可以不用收汁 土豆烧牛肉的技术总结完毕 还有否则土豆烧亚 !